為了一名越南籍的白姓男子 他忙著搬家 他把家當呢 就包在新住處隨手 他把裝有市值80萬金式的 黑色背包丟在機車上 忘記扛上樓了 還好民眾發現 這個怎麼黑色背包 隔了一天都沒有人領回 打開檢查發現 哇這個內容價值不菲 拿到派出所報案 下雨天有名身穿雨衣的民眾 拿著一個黑色大背包走進派出所 說自己看了一天 包包的主人都沒有現身 遠景前來關心 一打開發現 裡頭金光閃閃全是金氏 原來當時這位好新民眾上班途中 路過台北市文山區木星路三段 在路邊的機車上 發現了一個黑色包包 初步檢查發現內容物價值不菲 單近被有心人士偷走 趕緊前往報案 竟然有人粗心 辣掉一大包沉甸甸的金氏 連警方同仁都覺得好驚奇 遠景從紅色龍布袋 掏出一條掛著彎刀 相當粗的金項鍊 重達將近三兩 光是戒指也有零點八兩 加上金手鍊金牌 還有這塊做工精緻 由金子點綴的玉佛 總共八兩的金氏 市值高達八十萬元 好險當時包包還放著兩本存折 原警照護名 循縣通知施主領回儀式物品 一樣不少完整找回家當 施主好慶幸 原來六十七歲的白姓施主 是越南及台灣人 平時有用金子儲蓄的習慣 當時正忙著打包搬家 先把一堆雜物搬到新住處樓下 再陸續扛上樓 卻唯獨一奔來派出所領回 好心民眾十分低調 不願意透露身份 施主只能轉達謝意 一時粗心差點損失八十萬元家產 所幸遇上神秘好心人 勿歸援助 記者靈魂金教國鋒台北報導